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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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我都开望一个美好的家庭 以为会有幸福快乐的生活 但怎料 錢呀!拿钱出来呀!快呀! 因為這樣,所以我决定要離婚 王律师,这件事就是这样 所以我这次真的决定要离婚 但我想想想 我们现在住的房子是亂名的 之前台风吹爆了我们家的玻璃 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向人借钱做的 现在还在分期还 所以如果我离婚的话 整条数字应该不会由我一个人背光 其实法律就夫妻债务的承担 是有作出明确规定的 夫妻之间,无论使用哪种财产制都好 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 有关的债务都需要由夫妻共同负责 根据文化典的规定 在婚姻关系存续其内 夫妻中管理财产的一方 在管理权力范围内 为夫妻共同利益而设定的债务 是属于夫妻共同负责的债务 由于这一层楼是属于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 法律规定夫妻任一方 都有权就财产作出一般管理行为 例如是就这一层楼作出必要维修 由此而生的债务 在法律上是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所以这一笔数你丈夫都要跟你共同负责 根据文化典的规定 下列债务亦由夫妻双方共同负责 1. 在结婚前或结婚后 夫妻双方或一方经他方同意而设定的债务 2. 在结婚前或结婚后 夫妻任一方因家庭生活的正常负担而设定的债务 3. 夫妻任一方在从事商业活动中所设定的债务 但如果证明有关的债务 并不是为夫妻共同利益而设定 又或者夫妻之间采用的财产制度 是分别财产制又或者是取得财产分享制的话 就除外 4. 夫妻一方接受的赠与、遗产或遗争 因所采用的财产制 而导致有关的财产被归入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 负在有关财产上的债务 5. 夫妻之间采用的财产制度 是一般共同财产制 亦即是我们所说的婚前婚后共产的时候 夫妻任一方即使是结婚前 为夫妻共同利益而设定的债务 这些债务都是属于夫妻共同负责的债务 那我老公呢 他导致借的那些债务都不用上我身的吧 其实正如刚才所说 首先只要是有关的债务 不是经理同意底下定 他不是为了家庭生活的正常负担 亦都不是基于夫妻的共同利益的话 只是纯粹基于他个人导引 有关的债务只需要由他负责 你是不需要上身的 哦 那到底怎样才算是家庭生活的正常负担呢 其实法律呢 是并没有就家庭生活的正常负担去作出具体的规定 但是就有司法见解认为呢 这些数一般都是指数额不高的债务 例如日常生活当中 子女的翻货和费用 房租 又或者是家庭成员的一些手术费等等 一切都好视乎夫妻之间的生活状况 经济条件和习惯而定 另外 文化典亦都明确规定了 夫妻任一方因为犯罪而产生的债务 以及因可归责夫妻任一方的事实 而需要承担的损害赔偿 处罚 訴訟费用又或者是罚金等等 都只是属于由负债方独自承担的债务 哦 那我明白了 麻烦了王律师 不要客气 有什么事随时找我 好 我 我是 每 林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